今天要报告新增了三例的境外移入的COVID-19的病例 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一口气宣布三例境外移入病例 都是来自欧美地区 其中案519是一位长期在美国工作的男性 大约两到三个月就会返台一次 他在美国期间身体都没有不适症状 10月4号返台入境时 有主动告知搭击时有出现喉咙痒的症状 经采检后在今天确诊 目前已掌握同班机接触者共21人 其中食人为前后两排座位的旅客 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是一位机组员则是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而案520是一位今年已经毕业的法国女留学生 9月中旬再度前往法国处理私人事务 9月27号到9月30号 在法国陆续出现发烧、头痛、流鼻水、鼻塞及嗅觉异常症状 当时有在法国当地就医 10月4号返国入境时 有主动告知检疫人员相关症状 经采检后在今天确诊 目前掌握各案同班机接触者共18人 其中7人是前后两排的旅客 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是一位机组员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案521则是一位长期在美国工作的男性 从今年10月3号陆续出现腹泻、喉咙肿的情形 10月4号跟案519搭乘同班机返台 入境时有主动告知相关症状 经采检后在今天确诊 在519跟案521 两个人都在美国工作 两个是同事或朋友的关系吗 没有 不认识 所以他坐的位置其实也蛮开的 他的机组员已经列为519的接触者 就不从目匡列 另外同班机前后两排座位的旅客 有11人则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国内截至今天 共有521例武汉肺炎缺诊病例 其中有429例围境外移入 55例本土病例 36例敦目舰队以及遗力不明